继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之前约见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昨天也拜访了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国民党主席呢 朱立伦昨天进一步透露说 上个礼拜他跟黄建廷 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见面谈过 一位友谊代表国民党角逐 2024总统参选人国民党 中央已经陆续完成了征询 赵绍康昨天 促征召不宜拖延 应该在4月完成 朱立伦也重生 希望每位好朋友都能团结在一起 我们下来看 在心肺大战台北市第七姓毅 还有南松生选区 立委初选将踩三场党员 七场全民调 徐晓星怒呛 费红太官说得逞 还踢爆对方追踪 罢免徐晓星的粉砖酸 人情手牵手 背后下毒手 不过这一回呢 其实呢来看的是呢 整个状况 吓道道道见骨 而另外台北市议员徐晓康就感叹 要不退出 要不慷慨就议 徐晓星则表态说 他一定会选到底 带您关心之中 国民党立委初选杀到死刑裂废 台北市党部投票结果出炉 第七和第八选区都踩三七制 年轻世代几乎的全民调 确定破局 如果今天一个这么优秀的 这样的一个前辈 在选区跟你了这么久 你不愿意用全民调 跟年轻的后辈做竞争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坦白讲这个是我今天 应该讲这是我这几天 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部分 要不就是退出 要不就是慷慨就义 我会在思考 我绝对不会放弃 勇往直前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是我的座右面 徐庸廷 赖世宝 徐晓鑫 废洪泰 这四人在初选难免一战 徐庸廷已经萌生退役 但徐晓鑫还想站到底 不过台北市党部委员的这句话 侧面证实了 确实有打电话关心一事 那他有说什么吗 他很客气 他说今天要休党党员支持他 非常非常的遗憾 废委员他二十多年的历练 但竟然做出了这样子的选择 告诉这个老党员委员说 因为他这次比较辛苦 所以希望可以支持他用三期比 如果连这样子的话都说出来的话 那我不晓得这次的初选 还有什么样的公平性 私下在搞这些小动作的伪君子 那请问对得起 社会大众对国民党的期待吗 徐晓鑫也感叹 若当初有更高层级的提名小组处理 或许就不会有这局面 我相信如果是 这些比较高层的政治人物在做决定 废委员绝对不敢去打这个 关说跟施压的电话了 如果今天呢 这个废委员是废废的话 那我就猩猩啦 当然是猩猩啊 猩猩比较大只啊 但是如果是比我跟废委员的身材的话 那我确实比较小只 如果不团结枪口对内 是轻痛仇坏 一定不会赢 只有努力团结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才会不要去上战场 选战都还没开打 赖英立委初选 内战先杀到剑谷 就怕未战先跛脚 团结沦为空耗 记得让我中 蔡平鸿台北桑文报道 他是澎湖浮蓬西莱登 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但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